卡在大楼外墙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获报 立刻出动云梯车前来救援 救大男人缓缓靠近男子 让他慢慢跨进云梯车 而他会卡在墙外 原来是因为要救一只受困的猫咪 有波台湾大小师给我看 截图给我看 是有一只猫卡在三楼 真的很近 他不救了就很奇怪 就觉得一个小生命这样子 爬一步算一步嘛 爬一步算一步 我就撑着这样 然后边安抚他 拖出来啊 拖出来啊 橘猫卡在外墙车也哀嚎 男子不忍心下爬墙救援 当时他的朋友还警告他 不要冒险救猫 但是朋友一走 他还是立刻展开行动 结果爬到猫咪受困处 橘猫不但不肯跟他走 自己还无法脱身 同样受困 就这样一直从凌晨两点多 卡在上面到清晨五点 才顺利获救 不是 叫你不要这么做 你还这样 告诉飞机啊 所以被抓了 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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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事后有人赶到现场 虽然对男子一阵狂骂 但听得出来 雨带心疼 只是在救援过程中 猫咪不断挣扎 导致男子手臂被抓得伤痕连累 英雄救猫 虽然两人一起受困 但小猫在历经两天 男子撑了三小时之后 两人总算都成功获救 三星文王后院 红士涵 台东送报道 好 好 好